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兵哥講到一個重點 越南或是說這些東盟國家 對啊 我跟你是有什麼過命交情嗎 還是我們有煞血為盟嗎 沒有啊 沒有啊 那我為什麼要為了你拼命呢 好 事實上 美國他也早就料到這件事情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圖 日本南韓在中心 他們自己本身都面臨著 來自中俄甚至北韓的威脅 難保哪一天 不會被北韓中俄給嚇跑了 那台灣不用多說 台灣什麼都沒有 我們只有美國 所以台灣算是相當堅實的盟友 那東盟南海的部分 成如剛剛兵哥說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美國現在做的事情 各位夠清楚吧 第一島鏈攤開 日本韓國現在可能面臨著 來自世界的壓力 所以我放手讓你日本去軍事正常化 我讓你努力的壯大你自己啊 試圖把第一島鏈的北邊堵住 而在南邊 也就是東盟南海這個地方 美國過去也有軍事戰略專家 提出了一些建議 用軍事合作的方式 把南海這個第一島鏈的大破洞給補起來 過去可能行得通 但現在或許通通都要胎死腹中 我們來看 首先專家建議 美國可以到越南去 設立專屬經濟區來部署美國海軍 這是一個 或者是用護航萬安攤的油氣田當理由 把美國的軍隊弄到越南來 聽起來好像合理啊 又是護航啦 是專屬經濟區 我可能要部署美軍保護 這個美國的相關資產 好像正常 但還沒做 卻碰到了現在 東盟國家 齊聲對美國發出異議的狀況 來 越南的總理記得吧 他在東盟峰會之後 這個私下的場合被拍到 說這個拜登是想要恐嚇我們嗎 他擦的 越南沒有什麼可以怕的 甚至還在公開的演說提到了胡志明 那講到胡志明你也知道 當年的胡志明小禁 一個胡志明小禁逼得美國 姐姐拜退最後逃走了 所以胡志明這個名字對美國來說 是一種羞辱 可是他卻在華盛頓公開的 這個 讚頌胡志明 那顯然是讓美國很尷尬 所以越南 拍謝行不通啦 我們看這個越共的總書記也說 反對任何勢力干涉中國內政 而且越南永遠不反中 這是越南的部分 所以跑到越南去搞東搞西 沒得搞啦 那沒關係 我們去菲律賓搞一搞吧 哎呀 以前跟菲律賓好朋友啊 所以戰略專家就建議啦 美國在菲律賓可以怎麼搞 簡單 我們用護航黃岩島 飛國的漁船 或者是仁愛礁 報廢的登陸艇為由 來實現美軍在菲律賓 這些沿岸或是島嶼上的軍事存在 菲律賓不幫我守 沒關係 我自己去守 只要找到理由 我能派兵我就能守 但對不起 別說以前的杜特蒂 連現在的小馬可氏 他在6月8號慶祝 第21週年的中非友誼日 說中非友誼 延綿千年 對兩國外交合作充滿期待 對不起 菲律賓又掛了 又沒了 那我們在煩惱金 動到其他國家 哎呀 馬來西亞好了 馬來西亞也是 我們用護衛這個窮抬礁 還有曾母暗殺馬來西亞 油氣田當理由 把美軍弄過去吧 結果對不起 這個馬來西亞的外長跟王毅通話 說這個太平洋島國 我們要繼續跟中國 來興建一帶一路 那甚至兩人見面的時候 馬來西亞外長還說 我們跟中國永遠是一家人 這個王毅你永遠是我的大哥 那王毅也說 對對對 We are brothers 馬來西亞又掛了 那柬埔寨就更不用說了 之前我們才談到 中國援助柬埔寨 在雲仰海軍基地升級的計畫 所以各位看完了我說 美國的四個毒計 現在都被東盟的態度 一一給破解之後 再回來看這個地圖 那美國的第一島鏈到底剩什麼 No worry brothers No worry brother Brother 還有我們啊 還有台灣啊 剩台灣 堅定的存在啊是不是 溫哥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嗎 千萬別讓 拜登有這樣的錯誤期待 因為昨天誕生廣衛隊 說拜登總統度假的時候 騎個腳踏車跌倒這樣子 大家都去關心他 那剛剛也聽 丹山廣跟賓哥分析的 這些局勢啊 但是我相信拜登總統很清楚 這些都不是什麼飛彈打的 都不是去證明他是否成功 那觀眾朋友 怎麼去界定拜登 是不是一個成功的總統 這個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民主國家的宿命 所以我們的蔡依依 我們的民進黨就是拜登學習的榜樣 什麼榜樣呢 就是你11月的期中選舉要贏 因為他們會有州長參眾議員的改選 如果11月期中選舉拜登贏了 亮哥全部都閉嘴了 我就贏啊 你不是說我什麼瞌睡喬什麼的 川普在那邊嘀嘀叫就我贏啊 只要我期中選舉贏了 剛剛你們講的什麼什麼東協的峰會 美洲的峰會 什麼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我贏啊 那就是贏啊 好 那假設不信 11月的期中選舉輸了 也不要難過 因為真正你的輸贏是看你2024 有沒有辦法連任啊 好 所以 我們就不要去談他的年齡或什麼的 因為他畢竟是 他目前就是美國年紀最大的總統 好 那如果他在連任 他就是我殘臉我還是最年長的總統 只要你選舉贏了 只要能贏 只要能贏 你選舉贏了 你什麼都對 你講什麼都對 你做什麼都對 你骯髒贏也是贏 乾淨輸就是輸 蔡依依跟韓國語已經示範給你看了 你只要選舉贏 先贏的再說 票騙到手的再說 所以我們看拜登總統 他下個禮拜要到德國 有一個G7的七大公益國 然後接下來到西班牙 一個北約的峰會 這個開完之後才說 我們準備要跟習近平視訊的通話 那就是第三次的所謂的拜席會 那會談什麼 剛剛提到這些什麼第一島鏈 但是往來講 那是以美國為中心嘛 我以美國看世界 就是你是第一島鏈 你是第二島鏈 對 可是我們如果倒過來 從北京的角度看誰是第一島鏈 那為什麼要從美國的角度看 所以我覺得對美國扮演這些 包括剛剛單身廣分析 這些各國跟他的矛盾 那我們應該做的角色是什麼 我也不認為第一島鏈 我們是最重要的 那是大海軍主義 現在大家都有桌機彈道飛彈 你還有什麼第一島鏈 飛彈直接射過去 你第五島鏈 一飛都飛過八個島鏈了 對 都管你幾個島鏈 他根本就已經不是那樣的思維 那我的意思說 其他國家的跟美國的這些 之前的歷史的恩怨什麼的 我們不管 我請問大家 五四三 就是五眼聯盟 四邦對談跟AUKUS 扣掉美國之外 有一個國家是通通參加的 叫做澳洲 澳洲三個五四三我都參加 但是我一直不了解 就是說澳洲 為什麼要去當美國的小弟 他以副警長自居 我是副警長 我不太懂說以澳洲 我們就看整個全世界的地緣政治 然後你說以國力軍力 銀彈飛彈來講 你是憑什麼 你今天要當美國的小弟 你要當副警長 你應該說我是 我的肌肉也很大 那你才能當副警長啊 我想請問澳洲你是憑什麼 當副警長 就憑你很聽話 他叫你幹嘛 你就幹嘛 你不是等於是美國的哈巴狗嗎 這我真的不懂 而且大陸的貿易逆差 第一名是給台灣 這個我接受 因為大陸認為我們是同胞 兩岸都是中國人 那我對台灣好一點 我給台灣最大的貿易逆差 第一名是給台灣 第二名你給澳洲 這我就不懂了 他到處跟你對著幹 然後你第二大的貿易逆差 是給澳洲 這個我是怎麼看都看不懂 就也不曉得澳洲到底說 到底大陸哪裡得罪你 是跟你有什麼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的什麼恩怨啊 都沒有 還是什麼宗教種族 殖民過你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我們有打過什麼貿易 沒有啊 我看不懂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 丁哥還有當然提到 那個日本我也看不太懂 因為日本的這個新的所向上台不到一年 他去年10月上台的這個岸田文雄 他上台不到一年 跟大家以前說你可能是比較親中的 當初有這樣的疑慮 因為相對於安倍嘛 這個可能跟大陸關係會比較好 結果怎麼 最近也看起來怪怪的 日本好像很積極 我也不太懂你是在積極什麼 你是在高興什麼 你是正確嗎 我實在看不懂日本跟澳洲這兩個 也不得不講這個大國 因為日本畢竟是全世界第三大的經濟體 那你到底在 是有誰得罪你嗎 是俄羅斯打你 還是大陸欺負你 我看不懂 你越越意識 我不曉得岸田在想什麼 我們來參加北約 北約個什麼勁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拜登總統 因為觀眾朋友 簡單講就是拜登總統 他上台一年多 他什麼都沒賣我們 然後呢 因為他是現任的美國總統 他也控制著當初 川普要賣我們的也通卡在他手上 他什麼都沒賣 所以你看到這個 像他其實跌倒不是問他說什麼 你要不要跟習近平通話什麼 那記者問他 你看蘇利文也好 拜登也好 他說我要跟習近平通話 你有聽到習近平或楊潔篪說 我們要跟拜登通話 沒有 所以是誰找誰 誰在拜託誰就已經很清楚了 那你也看到這個葉倫 就是現在的美國財政部長 所以我們要這個關稅的部分 取消關稅 我們要取消關稅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拜登行明見面了 拜登說好 那我取消你關稅 那大陸你要回禮啊 不然我拜登在美國 我說我是個軟蛋啊 我把川普制裁大陸的關稅取消 那我什麼都沒拿到啊 你總要拿點東西來 讓我回去講說 我換到這個 或是我拿了這個回來啊 那問題是大陸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拜登拿去說 我跟大陸換了什麼 你要給他什麼東西 你要給他什麼樓梯走下來 那這個時候我就很擔心 我們是什麼樣的角色啦 我們變成樓梯這樣 然後拜登走下去 這也太... 因為這個單位 我們就拿拜登跟川普 兩位總統來比 很明顯的 川普是在利用台灣 那我很擔心是拜登準備出賣台灣 哇 出賣跟利用 就是川普是就是跟大陸互嗆嘛 互罵嘛 那我們夾在中間很危險 拜登擺明的 就跟川普的路線不一樣 但是比較軟化嘛 包括我們待會可能會提到的 我請問你為什麼華為的公主回去了 華為的公主是誰抓的 川普抓的 誰放的 拜登放的 那我就一句就講完了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加拿大配合演出 加拿大就是美國的小弟 他就叫你抓人就抓人 叫你放人就放人 加拿大的司法就是為政治服務嘛 所以孟晚舟到底幹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帶著電子條在那邊 走了一年多然後回去了 你在幹嘛啊 這是騙人的 顯然拜登的 這完全都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的處境是什麼 我們的民進黨 我們的蔡依依 還說這個堅若磐石 就是美國已經換總統 換了一年多了 顯然拜登的路線跟川普不一樣了 美國跟大陸的關係也不一樣了 是變得 我的感覺 如果我解讀錯請大家指正 我感覺是現在美國在求大陸啊 看起來比較像 看起來是那個味道 所以說以前你看那個 川普啦 彭斯啦 蓬佩歐 一個比一個兇啊 每天指著你罵 你現在有看到蘇利文或是布林肯 他敢罵大陸一句話嗎 連個屁都不敢放啊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的處境的矛盾說 當美國跟大陸共同 很緊張很強硬的時候 我們夾在中間很為難 但是當美國示弱的時候 我們也很為難 這個就是蔡總統 他領導國家方向是錯的嘛 就是我們今天我們的國家 處境這麼的尷尬 可是你不能夾在這兩個中間啊 你不能壓寶任何一邊 因為這兩個大哥 不知道哪邊不開心 他就打起來 他是罵起來 那我們夾在中間 我們的國家利益是什麼 你說我們第一島鏈真的很重要嗎 我不這麼認為啊 我才不認為我們 而且我呼應剛剛賓哥講的 我也不認為說大陸的什麼003下去 要爭什麼霸 他要爭什麼霸 他就說我也要弄個什麼 很多的海外基地 就是習近平講的嘛 一個巴掌拍不響嘛 美國有軍工複合體 大陸有嗎 大陸沒有啊 對不對大陸沒有參眾議員 你要靠軍火商吃飯啊 我幹嘛弄了那麼多軍火是幹什麼的 這是美國畸形的政治狀況 他是被勒索 被軍火商勒索的 大陸沒有這個問題啊 我幹嘛勒索 我今天弄的這個003 我要打誰 他沒說要打誰啊 是你美國 我回到我剛剛前面講那個選舉 美國其實我覺得 但是我講這比較那個 美國應該改變他的思維 今天能夠決定拜登成敗的 不是東協或是美洲的 所有的什麼 什麼印太經濟架構 不是那些東西 而是回到你美國 你是美國總統 你不是世界總統 沒有世界總統這種頭銜 美國隊長是電影 你以為真的你是美國隊長 沒有這種事情 你就回歸到說你把美國 管好就好了 你是美國的總統 你沒有辦法 你幹嘛對人家 這邊要聽你的 不聽你的就罵人 就打人 也是跟美國好好修正 他整個從以前到現在 這幾十年才夠了啦 我請問大家 從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不算 二次大戰以來 911也不算 誰打過美國 沒有啊 都是美國去打人 都是你去打人啊 有默契對不對 沒有人去打你啊 所以當911的時候 美國嚇到說怎麼 炸到我們家裡來的 太歲頭上動土 你知道痛了齁 你知道痛了齁 那你去打別人的時候呢 說得這個比喻太好了 那你去打別人的時候 你都不管 我說沒有一個戰爭發生在美國 除了911的恐怖攻擊 那是恐怖攻擊嘛 那個不是真正的戰爭嘛 真正戰爭不是這樣打 沒有人去打你啊 都是你在打別人啊 你打了別人幾十年的 也該想想 那你到底在忙什麼 忙貨什麼 然後你自己 美國的內政問題沒解決 然後你轉移焦點到海外去 我覺得那個根本是 轉移焦點 那個並沒有真正的 面對美國自己 國內的問題 問哥講這個其實 就是一個機會啦 真的好好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但是我只怕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這個拜登總統想了半天說 奇怪怎麼會這樣 哎呀一定是我們弄共和黨 弄得不夠兇 我們弄中國弄得不夠兇 我們不用好 只要把人家講爛 爛中我們就是最好的 人民就會繼續選我們 台灣不就是這樣嗎 台灣不就是這樣嗎 這個惠恩哥剛剛講的也沒錯 我們待會後面 有個機會來談一下 包含了這個危機解密啦 孟晚舟啦 甚至各位你知道 昨天6月20號 是世界難民日嗎 別的我都不提啦 你知道光是 美國打的這些戰爭啊 在全世界造成了多少難民 阿富汗就一千一百萬 現在的烏克蘭一千四百萬 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難民 是因為你美國參與或發動的 軍事武裝衝突行動入侵 而造成這些人無家可歸 連飯都沒得吃嗎 二烏戰爭導致糧食危機 蘇瑪利亞七百萬人沒飯吃啊 誰搞的 誰弄的 所以昨天是世界難民日 那美國 你這個泱泱大國 你又給了這些難民 什麼照顧呢 阿富汗的難民 你承諾他們可以進美國 九成被你打回票 根本進不來 那我想請問 在烏克蘭難民 你美國又幫忙接收了多少 你要波蘭去接收 那你美國又給了波蘭多少錢 沒有啊 二次大戰以後世界上 兩百 將近三百起的 這個軍事武裝衝突 不論是戰爭或入侵 百分之八十是你美國發起的 那還好還有百分之二十啊 百分之二十你美國有參與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都跟你有關啊 那昨天世界難民日 我怎麼沒有看到美國 對於這些 你發動的軍事衝突或戰爭 而造成這些無家可歸 流離失所 妻離子散 家破人亡的難民 有任何的表示呢 沒有啊 你滿腦子只想著 下一個知道難民的地方 要選哪裡 敘利亞 還是要選塞爾維亞 還是要這個科索沃 不然台灣好了 你的工作 不是維護世界和平 你的工作是製造世界難民 手段就是戰爭 來小曼 其實東盟的問題 整體來看就很簡單 沒酒沒肉 誰跟你當兄弟 你去找東盟 可是你給他什麼 我們看今天 今年一到五月上半年 哪一個港口 進出口增值對最大到東盟的 是天津港增值了19.6% 所以不管是獲益 不管是貿易 對於東盟有實際影響力的 是他北方的那個強領 是中國 對所以你不給歐盟一些好處 你不給東盟一些好處 誰要跟你當兄弟 我們講第二個方式 美國 美國該怎麼講 他既要當什麼東西 然後又要立牌坊 對那什麼東西不好不好意思講 對我們從以前 從以前開始講 南北越 南北越的時候 他幫南越打輸了 就直接罵軟文哨 幫國民黨打輸了 直接罵國民黨 然後不管烏克蘭 不管阿富汗 再講到烏克蘭 他昨天才在講 拜登還在講說 我早就跟你講說 俄國會打你 俄國會打你 你不聽 你又把責任給總人斯基 結果你又給他10億美金去打 所以我搞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好的是我拿 可是責任你來背 對那所以我們換了下一看 我們就換回來下一看 就是沒有利益 誰要早起嘛 對所以你對於東盟 你沒有給他任何實質的幫助 然後你卻要他去對付 給他有實質貿易優惠的 北方強領 這很怪 剛剛惠人哥有提到澳洲 我覺得也不算是北方強敵 就是北方 強領 強領不是強敵 就是領國 然後剛剛惠人哥有提到澳洲 澳洲也不要說 有從美國那邊拿到什麼東西 最實際 最直接的 他F-345的排序 就在第三順位 至少全世界那麼多國家 想要買這個武器 他就排第三順位 第一順位是英國 那問題是澳洲你買人家打誰 打紐西蘭嗎 沒有 我們很怪 不然你買F-35 你天高皇帝遠 你買來要幹嘛呢 我就不懂啊 只要他不是為了核潛艦得罪法國 你要核潛艦你要幹嘛啦 你要打紐西蘭嗎 還是要打紐西蘭嗎 還是要打索羅門群島 不然你到底要打誰 奇怪了 所以好玩是這樣 我覺得東盟他們也會有這些想法 就是你不給我優惠 你不給我任何好處 叫我去對抗中國 你以為我是台灣嗎 那也是台灣會這樣做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啊 所以我覺得拜登他要想的是 他要如何去解決 他那個8點多趴的通膨 他要去想說 他要怎麼去獲得他的其中選舉 但其中選舉的贏的方法 不是在外面製造動亂 讓你可以贏的選舉 所以大外宣跟大內宣是不一樣的 當你要把外宣拿回來 變成自己的政績的時候 他要先想清楚 這一些東西對於你自己 真的是有幫助 還是會實際傷害到你 這個喔 剛剛問問到澳洲 天性使然 安格魯薩克遜 沒事就喜歡打仗 有多少戰爭跟加拿大無關 加拿大說打仗賽 來來來來 轟炸機過去飛一下 轟炸機也過去 然後炸一炸再飛回來 就是安格魯薩克遜的民族性 這可能是原因之一啦 再來有可能就是 因為中國對於這個 這個澳洲的投資 或是他的這個 土地的開發 太多了 多到讓澳洲 澳洲人出現警覺 覺得我們如果再不擋一下中國 搞不好哪天澳洲變成中國的 華人太多 然後中國在澳洲的從商比利 甚至佔有的這個資源 已經在這幾年突飛猛進到 澳洲人可能有一些警覺啦 你不要說澳洲人 澳洲政府有一些警覺 可能是 再來一個可能就是無聊吧 你也知道他們那個附近 也就只有他跟紐西蘭 也沒有其他國家 刷刷存在感 搞搞這個軍事強國的FIRE 他可能會覺得這個 心裡比較踏實一點 來我們老師是不是上線了 主持人好 老師好 感謝老師今天 特別陪我們這個 跟線上觀眾朋友來討論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正在 這個深入剖析的國際局勢 好那老師剛剛節目 您這個應該有聽了一下 那您怎麼看 這個所謂第一島鏈的破防 到底是美國接下來 要往第二島鏈延續 還是中國大陸的軍事這個升級 加上東盟的不穩定 那逼得美國總統拜登 現在得想想其他的方式 來圍堵中國大陸 其實這個中國大陸 跟東協之間的關係 跟美國跟東協之間的關係 兩個強權在競爭 跟東協的合作 這個東協是扮演一個 非常關鍵的角色 但如果我們把這兩大強權 跟東協互動的方式來看 真的是中國大陸對東協 要瞭解的 要瞭解要比美國要多了 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東協經常對於美國的抱怨 就是說美國太關心安全的事物 總是心裡想的都是打仗了 那東協其實他們比較關心 因為他們都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 都希望說能夠發展經濟 能夠讓人民過上富足的生活 所以說 那中國大陸跟東協之間的合作 你看主要的就是經濟 不管是一帶一路也好 或者是中國東協的自由貿易區 都是在談經濟 都是在談經濟合作 這個其實東協很吃這一套 那東協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其實也是美國沒有掌握到的一個重點 就東協很重視他們之間的一個團結 所以呢 東協他們認為他們跟其他國家的合作 都要大家綁在一起 大家一起行動 那你看美國這一次推出那個印太經濟架 他有七個東協國家 他就漏掉了三個國家 緬甸 國跟柬埔寨 那漏掉柬埔寨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柬埔寨還是東協的輪值主席國 今年的輪值主席國 那他居然把柬埔寨都漏掉了 那你看中國大陸跟東協 他的這個自由貿易區 他就是大家綁在一起的 他不單是簽了這個自由貿易區 他後來又有一個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版 在2015年又簽了 所以他都是跟東協整個在一起 那我們也知道另外一個東協的一個外交上的特色 他是不結盟 不結盟的特色就是說 他不願意成為一方去對抗另一方的一個武器 那中國大陸他有一句話 他在外交上有句話叫做 結伴不結盟 這個就跟東協的外交路線是非常吻合 所以他們之間的互動 會比美國更有成效 更符合東協的想法 這個其實我們從好幾個面上都可以看到 這個成果 好 老師您稍等一下 感謝您 待會還有更深入的題目 要請您在線上跟我們觀眾朋友 來做專業的剖析跟分享 老師稍等 好 來 我們往下看下一張 剛剛我們特別講那個國家 這個國家叫做日本 叫做日本 為什麼特別今天要特別講講日本 因為我本身對這個國家也是 滿多圈圈叉叉的 那我也對於台灣 對於這個國家的這種 擁抱 深愛 示愛 我也是心裡很多圈圈叉叉叉 來 第一島鏈在這裡 看清楚 日本 台灣 菲律賓看到了沒 再來就是第二島鏈 從關島這裡 甚至包含帛琉 記不記得我們講說美國的勇敢之盾 特別在帛琉做了什麼事情 部署了這個 是導彈嘛 對不對 我記得是部署導彈 第一次在帛琉部署導彈 而且過去美國的F-35 F-22也在帛琉 進行了加油訓練 所以帛琉現在也是美國第二島鏈當中 非常重要一個反中指標 那更不要提到的就是關島 美國自己的地方 裡頭還有這個軍事基地 那再更遠呢 就是賓哥提到的 從紐西蘭 伊沃山來到夏威夷 這個就是更遠的第三島鏈了 好 我們今天一樣把焦點放在 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好 其實 其實我們再強調一次 這個003下水 我們看到了中國的海軍 003下水 當然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是一個軍力的奮起 或是一個突破 沒錯 但是對於突破美國 重重導鏈的海上封鎖 抱歉 003可能不夠 所以我們肢體都評價過 要看之後的004、005、006 它有沒有更先進的動力配置系統 從傳統變成了核電 從核能甚至配合中國大陸的海外軍事基地 否則講真的要靠著航母 或者是潛艦去突破美國的防守 在導彈撇開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難度是高的 但是 但是 當福建艦下手之後 對於第一島鏈的美國威脅 就馬上產生了 事實上亮哥在正常發揮 對於第一島鏈就評價過這一段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我們來開始聽一下 中國基本上海戰 我認為超過第一島鏈就沒有勝算了 那事實上中國也沒有要 變成一個什麼遠洋海軍機去攻擊別人 沒有 它事實上還是防禦性的 所以除了台灣之外 因為台灣它要收回領土 它的定義 可是以它目前的海軍作戰能力 要守住第一島鏈已經沒有問題了 事實上美國要介入關島以西 已經越來越困難 對 其實這也是中國的目標 對 至少它初步就是要做這件事 沒錯 那美國當然它的戰略就是把你引出來 把你引到第二島鏈來打 讓你回不了家 或者把你引到第三島鏈來打 對 那美國就會佔極大優勢 對 極大優勢 那中國當然不會去種這種劑 也會把你移動 來打擾